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补君 上天入地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事 因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很方便的沟通着天与地 但是你能相信吗,在远古时期,天与地其实是相连的 不用借助外物,古人就可以沟通天地 天和地之间就好像我们在陆地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样,十分的便捷 但是为何现在这条通道已经消失不见了呢? 这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事?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相传,盘古开天辟地将本来是处于一片混沌的世界分成了三部分 这三部分分别是天界、地界和人界 人界是主导这三部分的,它是这三部分的核心 说到天界,可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天界有所不同 它并不是高高在上的 传言当时有一架天梯连接了天界和地界 使得三部分可以互通有无 如果真的如神话传说中记载的一般 当时这三部分是相互连接的 那又是为什么最后他们分割开了? 我们失去了直接连接天界的能力 专虚一个你在历史课本里绝对不会陌生的名字 他是上古时期一个部落的首领 被称作是五帝之一 在他统治时期 天界、地界和他所属的人界都是由不同的人去掌管的 天界是当时的浩天皇帝负责掌管 而地界由厚土进行掌管 看上去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 但是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纷争 总会有人想拥有更高的权力而进行各种争斗 这个掌管天界的浩天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浩天皇帝认为不应该对人界进行俯首称臣 自己管理的天界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 天界之所以会老老实实听人界的话 是因为人界的灵气浓郁 但是现在人界的灵气越来越薄弱 所以他认为就不应该再对人界俯首称臣 看人家的脸色 如果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去理解 可以理解成当时的人界国力强盛 但是现在国力日渐衰落了下去 天界的国力强盛了起来 所以就应该与人界重新一决高下 抢夺人界霸权的地位 站在专虚的角度想想看 有这样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他的统治 那么他必须要想办法保住自己的江山 但是专虚面临的威胁只有这些吗 当然远不止于此 作为三大界之一的地界 同样不让专虚省心 来自地界的吃油总是来祸害人间 不停的杀戮让人界充斥着恐怖的氛围 当时皇帝虽然打败了吃油 但是在这场大战中 自己的元气也是有了不小的损伤 只能将管理设计的责任担在了自己的曾孙 专虚身上 有以上两点可以窥见 专虚地面临着来自天界和地界的双重威胁 如果再不采取一些措施 他的江山可是保不住了 那么他该如何面临自己的统治危机呢 在《淮南子大荒西经》中曾经记载了这么一段话 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专虚命众两手托天奋力上举 令狸两手按地尽力下压 而这个众和狸都是吃油的孙子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是在座将天和地进行分离的动作 从那以后天地和人间终于进行了分离 彼此都挨得远远的 这也将威胁专虚的势力弄得远远的 可是只是将他们的距离与人界弄远 就可以抵挡住威胁专虚的势力了吗 专虚当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专虚让众和离分别掌管着天界和地界 没有他们二人的允许三界之间不能够互相往来 从而很好地遏制住了威胁专虚的势力 所以根据神话传说的记载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专虚地之所以要断绝天界人界和地界之间的往来 是为了阻挡威胁它的势力 但是神话传说中记载的又很夸张 众和离只依靠自己的力量 就将天和地进行了分离 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拥有超能力的样子 而说到超能力我们不免将眼光放到了外星 会不会这一切也有外星文明的参与呢 说到这个话题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个神话传说 贡公怒撞不周山 贡公是炎黄时期的水神 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 在西晋张战的列子康问一书中 曾经这样记载过 贡公与专虚不合 最后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 以贡公最后撞了不周山而告结束 不周山一撞击碎 整个天就失去了支撑它的柱子 从而导致了洪水倾泻 极大的威胁了人间 后来女娲为了将破碎的天空补好 修炼了五色石 而专虚进行了绝地天通 让人天地三界进行分离 就是为了避免再受到这样的威胁 而当时古人所说的天和地 就是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天与地吗 会不会他们另有所指 专虚时期的绝地天通 会不会也另有别的隐形呢 一本叫做《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的书 曾经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 当时古人所认为的天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抬头望去的天空 而是月球 所谓的天地分离 其实是地球逐渐远离了月球 当时所谓的神不单单是古人对于信仰的寄托想象 而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是外星人 拥有着比我们更高等级的文明 所以可以满足人类的愿望 按照这本书的看法 会不会专虚时期的绝地天通 是专虚与比我们更高等的地外生物签订了某种协议 而所谓的神界其实是外星人的世界呢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 女娲当时用五色石来修补天空 其实是用来修补当时的月球基地 从而阻止了进一步灾难的发生吗 所谓的绝地天通可能不是神话传说 而是真实存在 是当时的地球文明与地外文明联系的影子 绝地天通其实是 外星人不想再让地球人掌握更高的文明了 亦或是地球不再享受外星摆布 从而谈成了某种条件吗 但不论真相如何 绝地天通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建立更加良好的秩序 让社会环境更加的和谐 也许随着时代科技的发展 上古时期的真相终究会一步步揭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